中士强解读道德经 老子说 宠禄若金 贵大放若深 宠禄对我们来讲 都是很不安的 我建议各位自己去体会一下 当人家对你很好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会觉得奇怪 他为什么说人家对我这么好 他是不是想打什么主意 好就算你不会这样说 他对我这么好 我将来怎么回报他 他对我这么好 我应该更努力 你的心就不灵见 那五路更不用说了 我怎么可以收这么大的五路 我父母都没有这样骂过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我从小没有收这么大的五路 所以老子是观察入围 受宠禄若金 受乳若金 叫做宠禄若金 贵大放若深什么意思 你把它当作你自己的身体 那么样的重要 你才会惊慌 不认识会惊慌 我请问各位 你是身体重要 还是人家对你的五路重要 你是你的身体重要 还是人家对你的宠爱重要 你一宠爱 我身体就不要了 我就劳动我自己 拼死的也要回报你 那就是宠爱重要 身体不重要 哎呀你这样气死我 那真的气死你自己 那你身体受罪了 原因就是我们把宠禄 看得跟身体同等的重要 那又何必呢 何谓宠禄若金 老子进一步来解释 什么叫做宠禄若金 可见不是我们刚才 解释那么粗浅 否则他问这个问题干什么 他就是知道一般人 只看到宠禄若金 贵大放若深 就说啊我也知道了 宠禄是身外之物 我不要那么紧张 老子认为 我们还应该更深入一点 所以他又问了 何谓宠禄若金 什么叫做宠禄若金 宠为下 得之若金 失之若金 这也叫做宠禄若金 我得到宠的时候 我一定要心存恐惧 因为这很难得啊 我不能失宠啊 一失宠就糟糕了 你看以前宫廷里面的乱 就是宠跟失宠的一个争夺而已嘛 就那么样惊险万分 那么残酷不仁 一般的手法是 宠为上 禄为下 老子不是这样看法 老子没有说什么宠为上 禄为下没有 老子直接了断就告诉我们宠为下 宠对我们来讲是不好的事情 你看小孩被宠坏了 干部被宠坏了 历史上被宠坏的最可怜的就是和声 和声如果没有碰到乾隆这种坏老板的话 他一生非常好啊 你看和声刚出道的时候 他是最反腐败的 他是最清廉的 可是被乾隆醋成大奸臣 醋成大坏蛋 醋成大腐败 那当然你得之落金 失之落金 这样才叫做真正的从禄落金 老子告诉我们 有人提拔你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那绝不是好事情 你看你在这里 他提拔你 没事再提拔你 没事再提拔你 就关起来了 如果你不提拔我根本不会被关嘛 他为什么要破格路用你 为什么 要特别小心 那你是不是要拒绝 你也不必拒绝嘛 你就赶快去充实你自己就对了 你看和声如果觉得说 哎呀乾隆啊 这么宠爱我 我更加小心 我更不能做那种事情 就很好啊 有什么不好 这种宠有什么不好 但是很难 一宠就坏了 所以才有这一章 要不然这一章写出来干什么呢 何谓贵大饭若生 身体把大饭带给我们 就好像宠禄把大饭带给我们一样 都是我们应该特别提高警觉的大饭 这才是老子的深刻的说法 你看老子说得很清楚吧 我如果没有身体我还有什么荷换呢 你看我没有身体的话 我不会受任何隐约我不会 那边很热闹我会跑不过去 因为我没有身体就跑得过去 那个东西在哪里没有人看 我随时可以偷 我会不会偷 我没有手我怎么偷呢 所有的坏事都是你身体干出来的 身体跟融入一样都是人之大饭 我所有的大饭都是这个臭皮囊惹来的 我所以有大饭 因为我有这个身 我们之所以执着于荣辱得失 之所以会受诱惑 会偏离道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副臭皮囊 可是这副臭皮囊 是我们余生俱来无法去除的 那么老子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人们摆脱身体的束缚 从而做到无我呢 有了身体 我们就很容易受外界的引诱 回过头来伤害自己的身体 那怎么办呢 能不能干脆连身体也不要了 那当然不行 因为有身体 你会做很多坏事 没有身体 你连好事都做不了 所以老子算来算去 他需要我们贵身 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 只是不要让他受外界的引诱 这样才是正理 如果我们真的 真贵自己身体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 贵以身为天下 若口祭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 若口祭天下 你要把这个身体奉献给天下 你要担当天下万物的生存 种植大任 而不是只考虑自己一个人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为天下万物所祭 然后你就无我了 你就与天下万物共存 你就没有个人的龙鹿 没有 我看过这么一个人 我真的佩服他 他们两个人是死对头 一见面就吵 一见面就骂对方 那天他们两个人同时出席一个会议 有一个人上台 一上台就骂他 他就坐在我旁边 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听 眼睛也看到那个人 他完全没有感觉 我说你 我去关心他嘛 你是不是生病了呢 我当然不知道这样 我说你 他说我怎么样 我听他怎么骂 好像不是在骂我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时我真的很佩服他 他骂他的嘛 你不听就好了嘛 耳朵是你自己的 干嘛变成他的工具呢 没有 骂我 很得了 你没听到 其实人家根本没有听到 因为他骂你 人家根本不关心嘛 人家为什么要听呢 爱以身为天下 你真的爱惜自己的身体 你就不可以服作乱为 来伤害你的身体 那你这个身体这么搞过 要干什么 要为天下人做事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若可拓天下 就好像天下万物 都可以拓在你身上 贵身的人 他不敢用宠禄来伤害自己 因为他要做更大的事情 你心存天下 你以万物并存的时候 你会忘我 最起码你刚开始会觉得 我不重要 为什么重要 我身体也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 因为我的身体 如果不能替天下万物 不经点点责任的话 那只是天天在这里吃饭 消化 浪费资源 那什么用 你看有的人 他一生就是这样 哦 我就身体要紧 其他都不重要 那种人就叫什么 中文人骂他 骂他最厉害就是 饭桶 那真的是饭桶嘛 除了饭桶以外 他没有任何功用 老子 他是以非常锐利的眼光 来看 其实这些现象我们都看过 怎么没有看过 哪个没有看过 对不对 无我无声 宠禄相同 你看又出现一个同子 所以你不要有时候 第一章我们已经读过了 你要读老子书 他始终告诉你 有无是同样的 没有分别 所以老子接下来要告诉我们 道你看不见 但是道的纪律 好像很清楚 但是又说不出来 隐隐约约 这些果然叫玄妙 道计很玄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